今天封面通過東北季風增強 玉山氣象站清晨出現了結霜的現象 植被跟樹梢都染上雪白 而明天即將要迎來入秋之後的首波大陸冷氣團 北台灣將會從濕冷轉為乾冷 氣象所預估週四晚間到週六清晨 中部以北低溫下探11到12度 氣象專家賈欣欣更預估 苗栗以北空旷地區低溫還有機會降到8度 玉山氣象站整片植被染成雪白色 排雲登山服務中心 即使影像也能看見植物樹梢出現結霜 今天水氣稍微比較多一點點 3000公尺以上的高峰 溫度接近零度上下 所以很容易一些露水或露珠接近到結冰點 容易形成這種結霜 27號之後相對比較乾 水氣就不夠 週二封面通過加上東北季風增強 北臺灣逐漸降溫 入秋首播大陸冷氣團也即將在週三報道 北臺灣將從濕冷轉為乾冷 氣象署預估週四晚間到週六清晨 中部以北低溫將會下探到11到12度 而金馬地區13到14度 南部跟東部也只有15度 至於沿海空旺地區跟近山區的平地 甚至可能降到10度或以下 預估中南部的日夜溫差最高有10度 而北部也有7度溫差 今天北部 東北部和金門馬族的朋友 溫度會越晚越冷 其他各地像中南部 花東和澎湖 到中午的時候溫度還會再上升一些些 但下午以後溫度也會漸漸下降 一樣在下午以後越晚越冷 中南部 花東以及澎湖的今天的高溫 也比昨天下降3到5度之多 氣象專家賈欣欣更預估 週四到週六期間 苗里北空曠地區低溫有機會降到8度 而這波大陸冷氣團將會影響到週六 周日稍微回溫 不過下周二又有另一波冷氣團南下 氣象署提醒未來一周日夜溫差變化大 提醒民眾做好保暖 記者綜合報導